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器材呢都是我自己的真金白银啊 我也尽量排除品牌的名气 给我判断上带来的干扰啊 第三个 涂装的更新啊 并不纳入啊 包括啊 皮的 rafa gravity 啊 都不算在里面啊 那么2021年末刚发布的或者即将发布的2022款的一些球拍啊 也并不纳入啊 比如手里的海德boom啊 啊 Unix 一种 那么还有登陆的SX300啊 啊 Technic Fiber TF40乘以16乘以19 Bubbler Pewstrike vs 等等啊 都不算在啊 排名跟名单里啊 那么在这里呢 我首先谢过大家长期的支持啊 大家别忘了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我们的微信群呢 欢迎各位喜欢网球装备的好朋友们的加入啊 现在呢 我们进入正片 2021年的新产品的发布其实并不算特别多啊 但也有不少的重磅产品啊 我会给出一个我心中的一个前五的排名 那我也会给出一个没进前五的一个候选的名单啊 并且都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总结跟点评啊 现在呢 我们直接进入前五的排名吧 第五位 Wilson ProStuff V13100 那这只球拍呢 又被称为Eurostuff 那之前在欧洲呢 更为风行 那这一次呢 全新设计100版本呢 进入了美国的市场 完美的弥补了ProStuff这个系列在305克这个重量上的空缺啊 100的排名呢 依旧拥有不错的控制啊 并且比97315克的版本呢 明显的更加的宽容 力量深度呢 来的也更加的容易 那整体的硬度呢 在线后64RA左右 加上一个瓶框的设计 内发炮的结构 以及45度编织技术的一个应用啊 整个球拍各个方面呢 非常的均衡 并且没有丢掉ProStuff的控制基因啊 在我的Blade的视频里面 我也提到啊 我觉得这是Wilson产品线 目前的产品线里面不经过改动 各方面我比较满意的一个产品啊 遗憾的是 这支球拍呢 目前没有被引入国内啊 大家的购买呢 可能得费一番功夫啊 稍微说一句啊 Wilson在做7的时候啊 其实出了一点小纰漏 这支球拍的线线平衡呢 大概在315毫米左右 但是呢 涂装写的是305毫米啊 这一点呢 是值得注意的 第四位 2021海德 Oxidic Prestige Pro 98 18x20的版本啊 Prestige呢 是海德 Oxidic的技术的应用的第一个系列啊 很诺而质疑啊 新技术是不是又是一个噱头啊 从Prestige Pro这里来看呢 这个技术对于球拍的性能啊 是有帮助的 Oxidic的结构呢 是一种副薄松笔的一种结构材料 它在受力下的延展方向跟一般的材料是不同的 那么海德呢 将这种材料呢 应用于球拍的肉点融方向啊 整个现床的力量反馈呢 得以加强 就Prestige Pro来说呢 它的手感比前作的360加MP更立体 更干净 但是也确实会有一点点更硬的感觉啊 舒适依旧是没有任何毛病啊 球拍的深度跟旋转呢 来的比前作更容易 增加的挥重呢 也让整体的终结能力更稳定性更好一点 那么在我看来呢 这是Prestige呢 为了适应现代更偏上选的比赛啊 并且保留古典基因的一个优秀的作品啊 如果你想尝试一下Prestige 不妨从这支球拍开始 那么老的Prestige的玩家呢 我觉得一定要再试一试啊 第三名 2021海德Radical Pro MP 那么这是海德完全全新设计的两个摩啊 我手头是拉沃贝的涂装的MP的版本啊 而我也对Pro版本呢 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测评啊 总体来说呢 这两支球拍我认为 体现出来的综合能力啊 是非常出色的 我也认为这两个拍摩可能未来的五到十年后啊 在寻规赛里呢 会是比较流行的摩啊 两者基球都偏活跃 然后填区内外呢 区分的很清楚 基球的手感跟声音呢 也很统一 那虽然呢 拍头较薄啊 但是还是能够感受到分布了不少的质量 因此感觉上呢 要比测量出来的挥重呢 要稍微沉一点啊 那Pro呢 具备了更好的控制 更优秀的机动性 稍薄的拍框啊 并不小的挥重呢 让整个球拍的随辉呢 很出色 是一个很优秀的全场型球拍啊 那么MP呢 在我看来会引领300克控制拍的一个风潮啊 自身力量呢 比Pro的版本呢 也稍大一点点 在底线上呢 体现出了比一般力量拍呢 更加优秀的随辉跟控制啊 那么改动后呢 其实也能够适应我自身呢 更加偏向全场型的一个打法啊 那么这两只球拍的同时出现呢 在我看来会极大的提升radical整个系列的一个竞争力啊 那么在穿线上呢 如果你喜欢脆上加脆 Linx Tour呢 会是一个好选择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 球拍本身呢 并不软啊 如果你喜欢稍微安静的触感啊 选择子母线或者是啊 Couch Bomb Evolution 这类偏安静的矩脂啊 能够有效的软化现场啊 第二位 Don't look CX 200 Tour CX 200 CX 400 Tour OS 那不得不说呢 19年CX的系列啊 为现在的产品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啊 那今年的变化呢 其实只有拍轴部分加入了Fleck Booster的一个技术啊 让整体的球拍的触感呢 有了新的升级啊 200 Tour呢 更加的柔和 那200呢 更接近于19年的200 Tour 那之前呢 我个人是诟病老款的200 里面呢 会有触感毛刺的问题 那新的版本呢 有了不错的解决啊 那么200 Tour跟200呢 都需要拍头呢 加一点点重量来增加球拍自身的力量潜力啊 那有的朋友提到呢 这个CX 200的线床怎么有点不稳定呢 啊 一部分的原因呢 是源于Don't look所使用的这叫Power Grid的技术啊 线床的上半部分呢 更加的开放啊 有利于力量反馈以及旋转的产生啊 而线床呢 最中心的部分啊 则是非常的密集 专注于控制啊 因此啊 确实有部分的朋友对这个设计啊 要稍微习惯一下 那么除了200 Tour跟200呢 值得一提的是400 Tour 300g 100的拍面啊 也是我复联的主力拍啊 那么它比200 Tour和200呢 稍硬 力量深度呢 来的更加的自然 同时呢 控制依旧在线啊 我觉得是 UNIX Vico Pro 100啊 包括Radical MP的有利的竞争者啊 那么另外一只值得说的呢 是OS 也就是大拍面的版本啊 105的拍面 295的裸重 21.5毫米的一个平框的设计啊 61RA的线后硬度啊 我自己打呢 也觉得不违和啊 是一个不错的双打的武器的 我觉得以及对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啊 去单纯的享受网球 减少伤病啊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 那么整体来说呢 Dunlops现在的CX整个系列啊 非常的完整啊 涵盖了从95到105的拍面啊 那么重量的分布呢 也很合理啊 基本满足了各类爱好者呢 对于控制型球拍的一个不同的一个需求啊 第一位 Procanics Black Ace Pro 那如果你关注了我去年的排名啊 Black Ace的315克的版本啊 已经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啊 今年的305克的一个Pro的版本啊 基本上可以说远超过我的预期啊 单凭一支球拍啊 我就把它排到了第一名啊 这支球拍呢 让我立刻回忆起来前不久我试打的PT57A的A2 那么19.5毫米的一个D型的框啊 具备了破风框这个挥速优秀的特点啊 同时呢 它这个标志性的减震刹 确实带来了一点点小的魔力啊 不仅在舒适上很有建树 并且非常有效的帮助了稳定性和随挥啊 加上330左右的线后挥重啊 整支球拍的力量潜力稳定性啊 超过了同级选手啊 比如说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Blade V7啊 那么手感上呢 它没有很多软拍的 一旦做软就产生模糊感的这个B饼啊 非常的清楚 充盈结实 那么和同重量同盔中的57A2做比较呢 它的深度来的更容易啊 更容易打中节球 防守也稍微容易一些 稳定性也更好 完全是我钟爱的类型啊 此外呢 我不需要在框上加任何的质量啊 但是我确实换了B饼来增加它的机动性啊 它本质上呢 还是一支高要求的一个古典软拍啊 但确实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很好的样板啊 虽然呢 它来自于小厂 那这支球拍的整体性能啊 确实令我光不相看 那么提醒一下啊 想打好这支球拍 还是需要能够驾驭330左右的线后汇种啊 在这里呢 我也给大家听一下这个简震杀的声音啊 对于我个人来说呢 简震杀跟机球的声音是完美融合的啊 我没有感觉到任何的茅词或者不适 但是如果你特别挑剔啊 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点 好 那么看完了前五的排名啊 大家是不是有些疑问啊 一些名头很大的球拍呢 怎么没有出现在榜单中啊 啊 它们很可能会出现在下面的候选名单里啊 第一个Salingo Whiteout 305 那么我手里的这支啊 是Prototype的一个版本啊 因此是一个全白的涂装啊 市售的版本其实已经发布了啊 这支球拍呢 有几点值得说一说啊 第一个 啊 据说它采用了Technic Fiber TF40的膜啊 当然这个还有待考证啊 因为TX40的16x19的版本也很快要发布了啊 到时候可以做一个横向的比较 那么第二个呢 它的底盖呢 是两种不同的重量啊 因此可以很快的调平衡啊 我手头呢只有一个底盖啊 第三个还是一个内发炮的设计啊 这一点跟Technic Fiber Wilson都相似啊 第四个 这支球拍的设计啊 有著名的Roman Brooks参与啊 简单的说一下啊 他是跟PU1齐名的网球装备调教大师啊 那么他也帮助德约克维奇最终确定了现在的球拍参数啊 那么因此呢 这支球拍Salingo呢 其实是花了不少的心力啊 参数上呢 还是大众话啊 305的罗重16x19的线创 320的线前平衡 290左右的线前挥重 那我得承认啊 一上手 这支球拍立马就是Technic Fiber的味道啊 整体的表现非常均衡啊 那么我其实呢 是在和Wilson Pro Staff100的比较下面啊 最终才把这支球拍排除在了前五之外啊 第二个 Wilson Blade V8 305克 那么我做了非常详尽的测评啊 相较于V7 它的挥重更小 稳定性跟随挥的差一点 力量的潜力呢 也稍逊 但是机动性呢 更加的出色 更容易上手 挥速的更快 更适应更广大的业余的选手啊 那么此外呢 手感稍微脆了一点点啊 比V7稍微活跃一点点 给了人一点更硬的感觉啊 那么总体来说呢 Blade呢 变得更加的平台化啊 增加了不少改装的自由度 但确实和以往的高要求 高回报啊 高水平居然可以直接上手的进攻力气啊 有了些许的区别啊 那么具体呢 大家可以去参考我的测评啊 第三个 YANX Vehicle Pro 97 97D 那么我呢 对于310克版本的97呢 做了详细的测评啊 大家可以去参考 这两只球拍呢 都是全新的膜啊 拍框稍后 稳定性呢 都比前座有了不错的提升 这是一个好消息啊 那么两者呢 也都比前座现床更加安静一些 我个人呢 并不十分喜欢啊 97的版本呢 硬度有了明显的降低 更柔和 那我个人看来呢 力量潜力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啊 整体的性能依旧需要在千片的帮助下 达到一个更优的状态啊 97D呢 挥重的有所增加 那加上拍光烧后呢 整体的机动性跟灰速呢 稍有下降 但是整体球拍的力量潜力跟随辉啊 确实有了不错的进步 当然 稍大的挥重呢 也对球员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啊 但是总的来说呢 不改动的情况下 整体的性能是有一定进步的啊 我个人呢 还是更倾向于16x19线窗 给我带来的更好的弧度 那控制呢 我认为整个系列呢 已经相当的出色了啊 第四个 UNIX V-CALL 98 95 那两者呢 都是新的拍模啊 都比前作有了更厚的拍光设计 V-CALL 98呢 我个人是相当的纠结啊 好处呢 在于比前作更加的宽容 力量潜力更大 并且发球呢 非常出色 有一种呢 打100拍一面球拍的感觉啊 但是手感不足呢 让我丢掉了 击球的这个自信心啊 我经常会出现把握不住弧度啊 并且过渡击球的一个现象啊 这影响了我的捷肌啊 放小球 消球 以及整体节奏啊 那么V-CALL 95呢 我个人认为是 更出色的一个作品啊 在不改装的情况下 是比前一代啊 更容易上手的作品 稳定性呢 随会力量以及 旋转潜力呢 均有不俗的进步 手感呢 也比新的V-CALL 98呢 有的更多的连接感 当然呢 它的要求啊 还是比 V-CALL 98呢 要高一档啊 不足的是它的发球啊 比V-CALL 98呢 还是少了不少的速度跟穿透力啊 那么 除了上述介绍的球拍啊 还有一些很有特色 并且不错的球拍啊 比如啊 PRINCE的RIP STICK 包括VOLTEX TACNIN FIBER TFX1 EGA的签名款等等啊 我自己呢 还没有一个特别深度的体验 本着对大家 包括对自己节目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暂不列入到这一期的总结里面啊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自己的2021球拍大总结啊 如果你有什么看法 或者对2022年球拍市场有哪些期待呢 一定记得在评论区留言啊 大家别忘了三连走一波 年更UP也不容易啊 那么想加微信群的朋友啊 请参考B站的动态 在这里呢 再次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明年见 拜拜